刚结束的瑞典公开赛资格赛中,中国女拼有7人晋级正赛,与丁宁、朱宇玲、陈梦成功会师,在U21女单中,女拼更是强势包揽三强,其统治地位不言而喻。 然而,近日国际拼联在官网专栏上发表的一篇文章,却引起了球迷的激烈争议,丁宁中国交出乒乓球统治权了嘛。 11月14日,国际拼联针对近期中国男拼的平平势力,特地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,文章中多次感叹,中国这个乒乓大国,在近十年来第一次呈现出了脆弱,在经历过世界杯和德国公开赛的接连势力后,中国男拼如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参加拼联总学赛,德国即将代替国拼成为新的拼盘大主,而且不止德国,国拼的许心居然被韩国选手打了0-4, 这简直闻所未闻,而这也忧昧的,乒乓球的地图正在改写,国拼的接连势力,让一直不满中国垄断轻弹的国际兵连欣喜不已,因此在文章中,作者不止一刻指出国兵实力下降,在文章结尾,甚至提到了已经卸任的刘国梁,表示国兵如今因为要练赌的动荡,急需一段时间调整,而在德国公开赛上,作为场外指导的王浩,虽然是图领导好白震东,可最终依然失败, 让国兵这颗毒苗坎遭淘汰,对此,国际兵连忍不住调坎,这位世界冠军将会好好用功,分析他脱在哪里了,反正中,王浩显然,国际兵连认为王浩大赛指导经验不足,他有至上弹兵的意味,而对于站在乒乓球端的中国队来说,全世界都在策划着把国篇拉架神坛, 德国是最有希望代替中国统治男子乒乓球的,但其实,早在国际兵连之前,刘国梁就对此发表过预见了,刘国梁今年亚锦赛国兵暴冷罢给日本队时, 曾有记者问刘国梁怎么看日本欣欣的威胁,他的回答是,那倒不至于,我们的对手主要还在欧洲,不得不说,刘国梁的前瞻线确实独到,尽管此前的拼超联赛上,众人都猜测中国拒绝日本外援的真正原因是太了,可如今看来,国拼从来没有混淆过真正的对手,这也是这次拼超联赛为什么中国拒绝了所有外援,却独独请问奥特洛夫的原因所在,国拼想要的,正是为了更加和这个投合, 对手的交手机会,因为比赛失利,国际平年修改新规,马龙已经注定要在2018年失去世界第一的排名,但竞技场上总有输赢,要想重回神盘,马龙和国庭要做的,只有直面对手